今天就想跟大家讲讲新冠肺炎 如果是严重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情况 以及会不会引起肺纤维化 首先要多谢大家的支持 上一段视频大家有很多留言、赞、订阅 我觉得我们这个频道有些都变成了黄标的频道 差不多我一上视频就自动变成黄标 即使是上诉之后结果 他都告诉我们 我们人工看过你的影片 都觉得你是应该得到黄标的 既然是这样我觉得也不重要 反正拍片出来也希望多些人知道 那些准确的医学知识 虽然流量就会少了 但是帮得一个一个 当然也希望大家的支持 给多点点赞、订阅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要分享多些出去 让多些人知道 老实跟大家说 其实要预备一条影片 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要搜集很多资料 要剪片 配字幕 而现在有关疫情的资料 每一天都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段期间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留言有问题 我会尽量回答的 尤其是医学问题我会先先回答的 如果其他人不能够很快的回复 大家都包涵一下 我会完归正传 我今天就会说一说 这个案件的历史 这个案件的历史 登了在最近的Lancet 就是这个次血针的医学期刊 然后我会讲一讲 究竟在这个案件上用了什么药 最后就会解答大家的疑问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 会不会纤维化 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病发症 最后也会提一提 这个病人是50岁的男性 他在1月14日开始有病症 我们叫日1 即是他第一天开始发病 他主要的病症是咳和发冷 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他由日1到日8 一直都继续做事 没有说他做什么 真的不知道中间会传染了多少人 到日8的时候 1月21日 他的发冷越来越严重 加上有发烧、气速、疯和咳 照肺X光开始看到影 也怀疑他有肺炎 所以他做了测试 第二天 即是日9的时候 1月22日 确诊有新冠肺炎 马上就收入隔离病房 而且开始用面罩给他一些氧气 但这些情况应该挺稳定的 过了几天 到日12 即是1月24日 他照肺 肺片越来越化 肺炎的情况越来越厉害 等于水浸肺 气速越来越厉害 当时医生建议他插头 帮助他呼吸机 但病人拒绝 拒绝的原因 就是他有幽闭恐惧症 即是说 如果你插了喉 一定要躺在床 他躺在病房里 很害怕很紧张 所以拒绝插喉 医生没有办法 他们就用鼻喉 给他一些氧气 我们叫高流量氧气 即是说 用高流量氧气 经过鼻喉 给他多一些氧气 过了一天 即是日13 1月25日 他都有气速 但血液的含氧量 都到95% 怎样为之正常 起码是92% 或94%以上 其实我们都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氧气量 都到95% 都不算太差 但到第14天 即是1月26日 急痠直下 他的气速突然促了很多 血液的含氧量 就跌到60% 非常之危险 突然间心脏停顿 当时医生 都即时帮他插喉 搏呼吸机带 什么都太迟了 病人都救不了 终于在发病第14天 就死亡了 在这个病人身上 起码用了4种药 第一种 就是interferon 即是干扰素 第二种 就是叫Keletra 即是外肢病抗病毒药 外肢病抗病毒药 其实有两种成分 有这两种成分 原因是因为 我们之前也说过 因为外肢病病毒 和新冠肺是同一类型的病毒 即RNA病毒 所有的RNA病毒 它的变异率都很高 很容易有抗弱性 会产生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一种以上的药 就算它发展抗弱性出来 都没有那么快 为什么会用Keletra 和interferon 干扰素呢 这两种药 在之前03年SARS的时候 是有些用的 搞累到新冠状肺炎 应该都是类似SARS那类病毒 所以都会用 这次这个Case 其实呢 就用了这两种药 病人真的有退消 不过呢 其他病症 好像没有什么好转 第三种药 用过呢 叫做Mosafroxacin 这个呢 就是一个抗生素 那你会问 为什么要用抗生素呢 大家知道 医院其实有很多菌 进医院 你有提升冠肺炎的话 肺里面的组织 基本上都是难用的 很容易就被 医院里面本身存在的菌 就传染到回来 所以呢 这个抗生素的作用 就是预防或者治疗一些 我们叫Secondary Infection 就是说 就不希望它 再有其他细菌感染 所以我们用这些药 安全一点 最后一种药呢 就是 雷菇醇 这个是Badlizolol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我们害怕 就说这些新冠肺 就像当年SARS一样 它引发一些 很强的免疫反应 免疫反应过了 就自己打自己 那么我们希望 就不要发生这个情况 那么 尤其是呢 它发炎得很厉害的时候 很多水走出来 浸了肺 就呼气很难 所以呢 就这些药呢 很多时候都会帮到病人 减低气速 这个病人过身之后呢 研究人员呢 很快呢 就做了一些身体组织的切片检查 那么呢 它就包括 病人的肺啊 心啊 还有肝 这样的 肺部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那种发炎的反应 对那些肺气泡的 那个损伤的情况呢 就和SARS 就非常之类似的 因为SARS 就是之后呢 都有很多病人呢 就会有肺纤维化 那解释一下 什么叫肺纤维化先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的 那如果这个图呢 就 左手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的肺 那里面呢 有很多肺气泡 一格格的 一个小波 那这样的 那右边的图呢 就是纤维化 你看那些肺气泡的量少了 那取而代之呢 就有些黄黄的色的组织 那些呢 就其实就是一些纤维化的组织 就是说呢 其实就像那样的 如果肺里面呢 很多这些纤维组织 而同一时间呢 就那些吸收养分的肺气泡 就少了很多的话呢 那很明显呢 病人呢 就呼气会很辛苦 要呼气很大力 因为呢 肺的组织已经硬了 那就是如果你的肺很有弹性的 那一呼一吸都很轻易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肺里面有很多这些纤维组织的话呢 要吸气要扩张的时候呢 就很有阻力 简单说呢 纤维化呢 就是身体呢 就对一些损伤的 一种修补作用呢 就是说好像你比如说 皮肤损了 那它要删出了 就是有个疤痕 那样的意思呢 比如用这个皮肤来做例子 就是无论你用戒刀戒 刀仔切 剪刀刀 什么形式都好呢 只要它有一个损伤 如果损伤是比较深 比较厉害的话呢 那它里面呢 都会形成纤维组织的 所以我预计呢 就算它这一新的病毒 和SARS 不是真的同一个病毒呢 那只要它对肺 引起的伤害够大的话呢 纤维化呢 似乎都很难避免 提一提呢 它做了肝的切片 肝里面呢 似乎都是有些损伤的 当然有机会是因为 这个新冠肺呢 可能影响了肝脏 都不出奇了 那但是同一时间呢 也都不能够排除呢 肝的伤害呢 可能是用药的引起 心脏反而完全没有东西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再有新的资料呢 我会尽快就和大家分享的 下次再见 拜拜